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 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进了原文的时代表示 已经很靠近 却还没有完全抵达的意思 神的国可以翻译成 王位王权 国度王的统治 主要是指上帝的主权临在 神的国和天国都是一样的 指的是神完全掌权的国度 新约圣经常常用的是神的国 而不是天堂 事实上 耶稣传讲神的国进了 是要表明神的国才是他传讲的中心 主导文教导我们的也是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所关心的 不应该只是自己 或自己的家庭教会而已 我们应该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意思就是说 要祈求神的国 神的主权早日的降临 当神的国降临在一个人 或家庭国家当中 意思就是说 他在这个人 个人家庭国家之中 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秤 信福音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信福音 就是信耶稣基督 有一天 当福音传篇 每一个未得之名时 主就要再来 神的国 就要完全的 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优优独播剧场